6月22日,香港知名作家张小贤写最新长篇小说《爱过你》亮相重庆西西服书店 与当地读者畅聊写作、爱情、婚姻和生活 他告诉中心社记者,新书《爱过你的》的主题是漂泊 其中一位主人公是重庆女孩,这是她一年多前来重庆收获的灵感 张小贤擅长书写《爱情》,被华人读者称为爱情之际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文艺青年的书斋本里总有一句张小贤语录 他从1993年开始为《明报》撰写专栏文章 随后因第一部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而走红 至今已出版超过40本小说和散文集 谈及作品畅销原因,张小贤表示 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笔下的主人公和读者都在慢慢成长 文字成为一种陪伴和见证 这个爱过你也是,因为他的跨度是差不多15年嘛 四个女孩子还有一个男孩子,他们自己的成长 我想成长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过程吧 有,里面可能大部分的读者,他可能有很多共鸣嘛 但是我自己写,写书我自己就会 你很难去预计读者会不会有共鸣 一直写,写你只觉得你想写的故事 我觉得首先你要感动自己吧 大告诉记者,爱过你这本书的主人公多为港漂 女孩们来自不同的城市,其中就包括一位重庆女孩 为什么写我的爱如是麻辣,就是我那么多年前,半年前在成都吃了一顿麻辣可窝 我就有一个灵感去写 比方两年前来重庆,也是签售吧 我回去这个小说,我写了一个其中一个角色是《爱过你》 所以我觉得多去比方这次《资本生书》,我是去蛮多的城市 我觉得去不同的城市可以感受一下了解其他人怎么想 张小贤说,无论是书中人物还是现实中的我们,其实都是漂泊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爱情 我们为什么要谈爱,其中一个理由我们就是想要一个温暖吧 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漂泊,都是孤单的 你觉得有另外一个人分享你的喜悦,爱乐 他跟你想法很洁净 有些东西你可以,有些事情可以一起去做 在见面会现场,记者注意到 不少读者不仅带着新书和花束 一些读者还带来了情感问题 比如,是婚年龄是否应该结婚 如何面对异地恋等 张小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分享了她自己的爱情观 好像每个女孩子都可能是几岁的时候有个想法 我几岁,我28岁要结婚 然后我30岁之前要做什么 或者,如果我30岁还不结婚,我应该很老了 但是当你30岁的时候,你觉得我还很年轻 我没结婚也没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结婚不是一个年龄吗 是一个心态,还有你的际遇吧 你要遇到,比方你想25岁结婚 你也得遇到一个人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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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